哈喽,大家好 我是翔菜豆腐不吃辣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胡瓜炒冬瓜 由于今天的一个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切备好了 所以说下面就直接开炒了 因为这个冬瓜和胡瓜切的比较厚 所以说稍微炸一下油 然後把胡瓜炒一下 勺子骨的比较实 然后我们把胡瓜烤在六层里 然后把这个河 大开来 稍微炸一下油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然后把胡瓜也稍微炒一下 可以了 还有少许猪油 排汤怎么要就像一样 像一样 像一样 小米较多 2勺剁椒 把冬瓜放进去 冬瓜也放进去 来2勺盐 2勺鸡鸡 1勺白糖 姜油 2勺盐 手盐 1勺盐 放水 1勺盐 煎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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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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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就到谷瓜炒冬瓜 我都要试一下背心 味道不错 冬瓜是酱火清热的 冬瓜是意料消肿的 所以热点来吃这道菜 都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 也非常的笑话 这是今天这道 既清热降火又利尿消肿的苦瓜炒冬瓜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自己尝试一下 在家里如果自己做的话 就不用这么讲究了 冬瓜就没有必要去把它 切得这么圆这么漂亮 可以稍微随便一点 好 今天这道苦瓜炒冬瓜 大家如果喜欢香菜大厨 不吃辣做菜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它 或者在屏幕下方多多留言和评论 今天的苦瓜炒冬瓜 好不好吃 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今天都还比较乱远了 冬瓜都是好吃 又酱火 又巨石 已经光盘了 苦瓜炒冬瓜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